好 很多的家长都抱怨说 现在的师资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而教育部也马上积极地推动 大学师资培训中心评鉴作业 一共分成三个等级 只要学校被评为三等 就必须要面临退场机制 不能够再办理师资培训了 这么严格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师资培训教育品质 也不断地提升 白宗是绿的 舍你的健康是郁郁的 拿出课本跟着老师一句一句朗诵诗歌 台下的学生研读表情超认真 换个场景我们来到高中校园 在课堂里熟练地整理汽车零件 同学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 学习眼前的使用技能上 像这样师生教学相掌 在学以致用老师真的很重要 为了要提升老师的素质 教育部也积极针对大学的 师资培训中心来加以评鉴 每个学校分为四类科中等学校 国民小学特殊教育跟幼稚园 四种师资类科 从大致上分为四组的评鉴委员 到四个学校去 为止大学的教育目标与发展特色 要经过评鉴 就算学生毕业之后的实习与就业 也都是评鉴考量之一 另外从94年开始 还加入了三等退场机制 就是来维护实词培育中心的教学品质 44所院校系以及四育中心的表现 有23所学校后的一等 21所学校后的二等 那么整体的水平 比过去两年评鉴的结果 都来得理想 评鉴成绩越来越好 三等退场几乎快要成为绝想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台湾的大学师资培育品质 正不断地寻求转型 以及未来的永续经营 三日新闻最后报道 好 稍微来要来